火面 发酵 包裹 烘烤 即将出炉的是清科和法式面包的碰撞 这些新品面包要在第四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正式亮相 伯格丹管理着一家法国老字号公司 主要生产酵母和相关的面包产品 已经有160多名的练习 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是为了视察他在白边市的一家工厂 而正是他的这家工厂 让清科和法式面包两个毫不相干的元素碰在一起 并且把产品线从酵母扩展到了面包原料的领域 最近十几年来 他们的路线就是坚定地深耕中国市场 你做西藏的面包 是吧 叫清科面包 清科面包 对 清科面包它本身的面粉 它本身的话香味含量比较高 然后一些泡沫含量也比较高 就是给身体 比较好 国家也在起床相争振兴兴嘛 这些新款面包正在进行最后的测试 研发和改进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11月 这些新品面包就要在第四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正式亮相 就要在进口博览会上正式亮相 东海之滨 浦江奔涌 万商云集 中国搭台 世界唱戏 这一届进博会有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3000家参展商参展 在进博会会全球的理念下 会场里既有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也有最传统的手工制品 整个世界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伯格丹带着他的新品面包 如期来到了进博会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到进博会 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 每年他都带着产品来中国 毫不意外 展会上他们签约不断 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静静 非常新鲜的市场 中间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我的国家是一种感谢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 我继续在这国内活在一起 这种国家的住所 几届进博会以来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认识到 来进博会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 而是来寻找长期合作伙伴的难得机遇 进博会为世界各国搭建了一座多边合作之桥 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 累计成交额逐年增加 进博会让一带一路国家看到了中国贸易的活力和韧性 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 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承担大国责任 展现大国担当 一片四叶草一展会全球 在这里世界看懂了中国 中国也更加深度地拥抱了世界